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SD鋼彈世界群英集 悟空脈衝鋼彈DX套組與曹操飛翼鋼彈以勝之裝 世界群英集的模型發展也進入後半段了 主角群強化型態陸續現身 而且這系列確定會有第三部 還是蠻令人期待的騎士鋼彈世界 這次的企劃組很懂啊 但如果能改掉角色永遠背後空空 或只有小布拉基裝備的設計就好了 玩家又不是出不起錢 你省著背包設計有個毛意義 這次介紹了悟空三位一體跟舞者曹操 悟空是真的相當優秀 算是目前整系列設計前三用心的一隻 至於曹操,是個分色極差的垃圾 詳細介紹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悟空脈衝鋼彈DX套組內容物包含本體 悟空形態配件一套 沙霧鏡形態配件一套 豬八戒形態配件一套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次DX套組跟之前的單體販售悟空差異 在於身上的金色零件從原本的鮮黃色升級成了質感還不錯的大變金 貼紙也給的比較多 而且新的金色零件跟貼紙的顏色較吻合 所以素組加貼紙的效果會相對華麗 除此之外悟空的本體跟之前是一樣的結構 而這次還有個噱頭是買兩盒可以跟店家要一組額外的武器零件 然後這個月給的A套組跟下個月的B套組可以組成一個金斗雲配件 比起之前那些看起來很雞肋的配套 這次算是實用性比較高的 這盒DX套組我給高分的點就是給了一組完整的單體悟空零件 沒有任何閹割 所以這盒是完整的悟空本體加悟空、物境、物能、三兄弟裝備的完整配套 不用被迫拿之前的單體悟空來套 但兩版悟空成型色不同也衍生出另一個討厭的問題 就是零件無法互換 你拿單體悟空來裝這盒的悟空、物境、物能配件 都會有金色零件上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想同時擺出沙霧鏡、豬八戒兩個型態 就必須在買兩盒DX套組跟自行上色之間做抉擇 增加了玩家的麻煩度 當然單體悟空的所有變形跟玩法這次是完全沿用的 不過礙於篇幅不多做展示 各位有興趣請回頭看單體悟空介紹的影片 接下來進入沙霧鏡的換裝流程 首先要裝他頭頂的這個角色 那他這個角色有分成兩片 第一片先裝他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片往他天靈蓋的頭上插 然後兩片做一個結合 接下來替他戴上左邊的面罩 這個戴上去之後剛好他的眼睛 就會跟這個透明件做重合 佛珠的部分剛好就裝在他的這一個前胸甲的卡榫上 肩甲就是直接裝在他肩膀旁邊側面的洞 腳底是兩個零件 首先腳底後方的這個卡榫就裝他腳後跟 然後前方的部分就是卡榫對洞把它裝上去 不過這個零件在裝的時候要注意就是拔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是透明件相對比較脆 所以你在裝上去把它裝緊的沒問題 拔的時候如果你暴力這樣子拔是很有可能直接把整個腳掌拔斷的 所以拔的時候反而要小心不要用力過度 這樣悟空殺物鏡模式就合體完成 外觀中二帥氣造型華麗感與潮度完全足以掩飾手太短的問題 但是這次以速度為主軸的設計跟殺物鏡的原人色極為不合 不管是原作中的紅髮、成紋屬性、九個骷髏的項鍊、金森羅漢、降魔寶藏 通通不當一回事 而且這裝備的配置方式也跟原型的脈衝沒有任何關係 最後變成了很帥但說不出內涵的東西有點微妙 頭部用眼罩作為裝飾的做法很成功 中二魂滿滿 但就是佛珠的部分實在過於簡陋 數量大過九顆也就罷了還沒有半顆骷髏 而且安裝上很容易掉相當莫名其妙的設計 這對腳步裝備叫做蒼顏刃 也是跟殺身完全無關的東西 安裝上是兩層高敲所以結構很複雜 關節如果完鬆了會變得很容易解體 所以可動方面完全是廢的 但取而代之的是外觀真的很屌 放飛自我的誇張設計 接下來進入豬八戒的換裝流程 首先同樣是裝它左邊的面罩 那它的這一個面罩一樣插進它太陽穴上 然後有一個後頭罩的零件要裝在它的這一個 豬耳朵的一個卡榫上 裝密合之後它的這個豬耳朵就可以完全插進它的這個 插箱當中 另外一邊對稱的部位也要插上另一邊的豬耳朵 再來要拆掉它的前裙甲 然後把它的這一個袋子的零件給拆掉 那一樣它的這個零件因為你在拆的時候 出力點不是很好出 所以你在拔的時候要小心免的把它的 這個袋子從這個部分給折斷 接下來裝上新的這一個渡男零件 就對損它原本的球狀關節的卡榫裝上去 然後再裝回它原本寬部的部分 這樣子就會有一個大肚子的形象出現 大拳頭就是它內部的這個握把 跟它本體的拳頭做結合 這樣握上去插住就行了 豬八戒模式就合體完成 相較於殺物鏡有很重的掛名成分 老豬的形象就設計的很貼切 頭部兩側增加了豬耳朵裝飾 腹部掛了一個很華麗的大肚男 招牌的大拳正面看向豬鼻子 反過來是九尺釘耙的變體 而且老豬的紅色跟悟空本體的配色比較搭 殺物鏡的紅藍配色有點不均勻 視覺上會比較突兀 裝備後外觀也不用走 反而相當的俐落爽快 同樣多了帥氣的中二面罩 豬耳朵也相當有特色與創意 很神來一筆的設計 不過沒有面罩的右耳保留 跟殺物鏡面罩合體的結構 出現了單純豬八戒模式 只有主一半的外觀缺陷 這點是扣分的 肚子的裝備不管是外觀還是配色 都華麗的很爽 比起殺身微妙的佛珠有意思多了 設計者明顯帶有偏見 手部裝備的豬鼻子也是相當有趣的設計 整個配套都充滿了豬的結構 反轉後的爪爬長度分量也夠 把玩有爽度 所以雖然老豬裝也是跟賣充完全無關的裝備配套 但融合了各種豬元素後就顯得有趣很多 接下來進入三位一體的組裝流程 首先頭上的這個殺物鏡角色就先裝上 再來豬八戒的這一個眼睛 然後他左邊的豬耳朵 跟他的這一個頭環也都先裝上 殺物鏡右眼面罩 他的這一個插銷是可以拆下來的 然後改成豬八戒的這一個右耳朵的零件 然後再跟面部做合體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左右兩邊的面罩都裝上 然後豬耳朵也同時存在的一個合體結構 剛剛這個插銷為了怕它掉 所以這個肩甲的部分有一個孔可以專門插住 再來同樣裝上殺物鏡的肩甲 跟豬八戒渡男合體之後的前裙甲 然後殺物鏡的佛珠 再來裝上殺物鏡的腳底板 前方同樣合體 豬八戒的拳頭同樣裝上 最後把悟空的這個猴子頭裝到他的頭部的正中央 官方大合體後剩餘的零件 那豬八戒他的這個手上還是有洞 所以金箍棒仍然能手持 那這個跟豬八戒渡男合體剩下的這個綁帶零件就真的是用不到了 那剩下的零件你就可以自己花創意去裝 譬如說火焰就可以裝到背後去當成小翅膀 那爪子的零件我暫時也找不到好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裝在腳踝的這一個孔上 這樣三位一體悟空就合體完成 大合體後乍看之下造型會複雜到讓人眼花撩亂 但其實從安裝過程中就會發現他的結構其實很完整 每個部件之間也都不會卡 合體之後的紅藍配色也相得益彰 可以看出是真的有用心設計的大合體結構 而非東拼西臭卡東卡西的拼丑似不像 這點是我給這支高分的原因 左右面罩合攏加上頭頂的鋼圓頭 很有個性的豬耳朵也沒省略 整個華麗感相當有當年大將軍等級的水準 而且彼此的特色也沒有因為合體而失焦 身體也同樣二三師兄配置的完美搭配 佛珠跟杜南不卡 大手與大腳也不擠 整體形象與其說是鋼彈 反而像是超級機器人大戰原創超級系主角最終的形態 髒狂 古早味 黑科技 兼備的感覺 比較可惜的是背後很空 反正可動都炸了 還不如一鼓作氣來個能硬襯脈衝背包的白龍馬裝備 那真的會爽到起飛 跟普通悟空的比較幾乎不像相同的東西了 實際上悟空 悟盡 悟能 三師兄 外觀 本來就是有空缺的 大合體才是這角色原有的設計概念 但能設計的這麼一體化卻又不彼此衝突 倒是我很驚訝的地方 曹操 乙聖裝內容物包含本體 組武裝連翹長劍一把 強化透明裝備一套 相比於剛才悟空的精湛設計 這巫者曹操就尷尬到詭異 我之前有提到不管是三國創結傳還是世界群英集 雖然每個角色宿主跟外盒都有極大的顏色差異 但玩家如果不補色 純術主加貼紙後的成品即使也都有基本的觀賞點 不會真的插到術主醜到垃圾 非補色不可的地步 但這支曹操算是例外 單看商品圖這支真的是爆幹帥 結合卡多基林氏的優雅 外觀新式大將軍般的氣質 如同裂空頑太武般手持超長劍 加上華麗金鞭與透明外掛點綴 整支確實又懷舊又帥氣 結果實體配色差異大到嚇人 而且必須補色的地方清一色 是要在深色零件上塗白 難度更高 而且這支還有個結構上的外觀缺陷 就是胸口比起肩甲與裙甲 是整個凹陷下去的 這設計不僅導致肩膀關節外露難看 而且還給人缺了一塊零件沒裝的突兀感 非常奇怪且扣分的設計 背後翅膀更不用說了 雖然單邊設計有特色但份量實在太小了 你前兩支曹操都有大翅膀 反而新型態變成了小雞翅 小到讓人感覺廠商把玩家當白癡的地步 幹我多給你200日幣 你開個大翅膀模型不行 莫名其妙 常見分數倒是很高 不管很有特色的腰掛方式 還是劍本身的造型長度 都是BB戰士中少有的設計 這支唯一能加分的點就是這把劍了 加上世界群英集固定會有的透明外掛後 這支才終於有了完整的感覺 翅膀變大 整體顏色也比較鮮明 尤其原本一大片黃到很尷尬的角色 有了淡藍色點綴後好看多了 不過跟信長一樣 我不太喜歡完全把眼睛遮住的設計 還是單邊眼罩中二帥氣一點 常見的外掛跟翅膀是共用同一組零件 原本就很帥的劍變得更華麗 但考量到那垃圾翅膀真的很智障 這兩組外掛裝翅膀上是相對合適一點的 當然為了這東西買兩盒就免了 我才不會踏入場上這麼明顯的陷阱 實際上這支只要胸口設計不那麼空 翅膀搞大一點 分色的缺陷是可以被無視的 但搞成這鳥樣就只剩下一無是處的評價 尤其跟天霸、草草擺一起 很明顯縮水的Q 讓人觀感更差 這次介紹了兩支跟信長比較 悟空跟信長明顯感覺得出設計是有比較認真的 曹操的優點只有手肘有開關節而已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那這系列基本上按慣例啦 就是他的裝備太多了 所以沒有什麼可動 所以我們就大概講一下他的一個關節上的特點就好 悟空術體在可動上的話 脖子前、後、轉頭、扭頭 他的這一個中二角度夠是一個蠻加分的點 那他的手肘是沒有可動的 就是只有連接肩膀有一個球關 那膝蓋按慣例是有一個後折的可動 再來就是這支獨有的一個關節 就是他的這個腳踝有一個左右的接地性 再加上他連接腳掌的球關的可動 所以他這支的接地會比其他隻都還相對好一點 全裝備型態的可動介紹 靠腰這還有什麼好可動的 他的這一個腳是兩層高橋裝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你裝上去之後 你也不會想要再動他 不管是寬部、膝蓋、腳踝什麼可動 他只要站穩就行了 上半身的話肩膀的部分 倒是還維持著正常的可動性沒有問題 然後他的這個大拳頭是從他的手腕的部分 來開始動可動的 所以可動部分也勉強還能夠有一點點 的一個操作性 那脖子的部分可動倒是完全沒有問題 可動都還保留著 不過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人會再去玩他的可動了 所以就是一個很帥的戰施 曹操可動的重點就是他的這個手肘 是有可動關節的 然後與之前方是可以獨立轉動 脖子的可動性也不錯 整個往前的一個中二角度 可動夠高 轉頭也沒有問題 下盤不管是這個巨大的裙甲 還是這個連劍翹的側裙甲 都把他的可動性給卡死了 然後後裙甲也特別大片的關係 所以腳往後的可動性也不好 然後他的這一個腳掌 因為他的連接小腿的部分 是一個斜的關節 所以這一隻的接地相對也比較差 所以要讓他站穩其實必須要花一點心思 劍翹的部分是這樣子側在身邊的 那稍微會卡他的一個手腕可動 但是沒有很明顯 這一點設計倒是還不錯 而且這樣掛還蠻潮的 翅膀就是兩節可動 然後從中間掰開之後 然後要交換他的一個卡榫 換到中間來 就能讓他這一對小機翅對稱張開 他背後的卡榫就只有中間一個洞 跟右邊一個洞 所以你買兩隻曹操想要做成左右兩邊對稱四片翅膀是做不到的 結論悟空必買 之前沒買單人包的也不用回頭補了 直接買DX版解決一切 而且悟空後面還有個最終形態 能省一筆是一筆 至於曹操以勝 這東西垃圾的地方在於他本體設計的就不好 玩家除非塗裝技術真的非常高超 不然半吊子的補色技術也只會把這隻越化越難看 各方面都討不到巧 所以我是真的不推 下一篇 SHF Grand Geo 敬請期待 以上就是本次SD鋼彈世界群英集 悟空脈衝鋼彈DX套組 與曹操飛翼鋼彈以勝之裝的介紹 詳細的通知說明請點擊下方的通知網站 喜歡阿姆的文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的文章 阿姆的文章 阿姆的文章 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阿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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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的文章